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十七世纪 十八世纪 英国的一个诗人 叫布莱克 他写的一首诗 钟白华先生 把它翻译成古文 翻得特别好 好像古人 古代的圣者写的 叫做 一花一世界 一杀一佛国 君长圣无边 刹那寒永结 钟白华 北大的教授去世了 那些搞美学的 一花一佛国 一杀一世界 君长圣无边 你的手掌啊 很无边无际 君长圣无边 茂盛的圣 刹那寒永结 一瞬间就包含了永生 永恒 所以我在这里呢 也用这首诗 来解释这个 Half Brother 也用这首诗 来解释这个 我的勇气就是找到你 也用这首诗 来解释这个 乃文的情感经历和 大家内心当中的 孤独 自己的梦想 也就是一花 一世界 一杀一佛国 一花一世界 就是说 每个人的内心 它都包含着大千世界 没有谁更大 没有谁更小 前提是 你能不能认识到这一点 你有没有这样的智慧 所以古人讲 知一者无一不知 不知一者一无所知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 他们认识的 他们的生活当中啊 就加了很多零 加了很多零 零零零零零 零是什么 是量 没有智 所以零 再一百个零 还是零 你吃了 加了一个一 你才是一个大的数字 理解吗 所谓的一 就是一个人 安身立命的东西 对人与生命 对自然的了解 这样一个人能力很强 最后 学问也很大 最后想不通跳楼了 不都是零吗 是吧 就是说 我们要找到一个一 或者说 当然跳楼了 我们也尊敬 人们对生命的支配权 是吧 我们不去贬低这些 这个结束生命的人 我们尊重他们的选择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呢 活了一辈子 还在问 哎呀 就是比如说 我们看到一个 六七十岁 五六十岁的人 他问你 哎呀 小王 你看我干什么好 我是开公司好呢 还是做学问好呢 他六十岁了 还在想这个问题 没找到北呀 没找到自己的 安身立命的东西 你找到自己 安身立命的东西 哪怕你花十年的时间 别人都花了无数个零 你花了十年二十年 画出个一来 够了 你知道自己该干嘛 我自己画出个一来 我在文学上画出个一来 恐怕是2001年 我都三十多岁了 我找 哎呀 我说 我要去长江 我原来都白忙 我什么学法语啊 想当这个 法国文学的什么专家 我觉得太可笑 我到了那个 我不是干这行的 我也 省得这个 花那么大力气了 就是我在巴黎学习的时候 我在 最好的 这个 法国文学的专业 这个 最好的大学 叫Sophon Sophon大学 见到最好的教授 我听了 上了一年的学 我听了不到三个小时的课 而且那三个小时 还有两个半小时 是在看那个 停在屋顶上的 那个鸽子咕咕的叫 我想到 我后来就觉得 他们的思维跟我们不一样 不是我不虚心 他动不动 哎 你居然把这一百本参考书 去看掉 啊 这些中国留学生就看啊看啊 我看到很多在留法的博士 这个老师咳嗽一声 他们也记录 我当时就很悲哀 就是 但是觉得 哎呀 这个中国人 然后回来 他拿着这些笔记 一转身 来来来糊弄人 就是这样的 就是 然后中文没学好 就是讲法文 法文到法国 就跟人家讲中文 反正就是这样 很多是这样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 不行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 也是一个讨巧的办法 你比如说讲了兰波 法国有个诗人叫兰波 我翻译过他的全集 讲到兰波 一个兰波的教授 我当时正好要杀青了 我快把这本书一完了 还有一些难题要问 那个教授就讲 兰波怎么样怎么样 让大家讨论 这个 因为我自己跟人家法国 那个母语是法语的人 对兰波的理解 完全不一样的嘛 就讲兰波 为什么要放弃文学 他就问兰波最后 他写作写到19岁就不写了 就去流浪 为什么要放弃文学 大家说这个那个 分析了很多原因 就问我 然后我就跟他说 照我们中国人的观点来看 兰波没有放弃文学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 不拙一字 尽得风流 他最后用他的双脚 在大地上写出诗篇来 哦 老师没听过 他没听过 这就是 我就不用看参考说了 这就是我这么样认为的 就是我们每个人啊 并不是说要刻意地跟人家不一样 凡事要平心而论 我就是这样想的 你敢于平心而论 你这个人一定有创造力 你不敢平心而论 凭那个教授来论这个 你凭人家来论人家 你肯定就是 永远都是 打工的拎包的 你知道吗 你就不能够 有信心来平心而论 那么我们平心而论 来看看我们这个 说文解字 一是这样的解释 好 我们看看 说文解字开篇 它绝对不是随便排列的 第二个字是圆 圆是时也 它的解释啊 圆啊 就是时也 就是开始的意思 然后又解释天 天是什么呢 天是 天也 至高无上 从一 大 就是天是指 天也 就是巅峰最高的地方 至高无上 它最高 这个字是天 所以我们看到 它这个排列啊 上来它排的几个字 它完全是 完全是按照 宗教精神 跟这个圣经当中排列 先第一章第一节 说世界的本源 所以我们现在 我对这个汉语字典 就很有意见 我们现在排 第一个字是啊 汉语这个啊 有这么高的地位吗 啊 那什么都没有 就是按照字 二十六个字母排 这个啊 起码排到 一万位以后去 它怎么能排到第一个呢 中国人讲究一个 吃饭讲个座位 是吧 上座 梁三伯英雄 讲个座 第几把交椅 这个啊做了汉字的第一把交椅 你说这个汉字不是搞乱了吗 啊就是啊斗的意思 你知道吗 啊斗就是这个啊 这是无能 所以我们要看到 说文解字它的排列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我没有精力去做 你们有事情做 你们有精力你们去做 我也是赠予你们我的一个想法 你们要教外国人汉语 我曾经跟法国人学法语 跟他们跟我学汉语 我就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 我说我五分钟教会你五百个字 结果他们都学会了 金木水火土嘛 金木水火土 这五个字 认识了 认识了 那么所有金字边的字都是金属 所有木字边的字都是木头 都是植物 所有火字边的字都是火焰 所有这个散点水的字都是水啊 哦五百个字就认识了 就这么简单嘛 所有鱼字边的字 这是我说这个鱼啊 特别都是一种鱼嘛 你像这个英语当中法语当中 光鱼起码有一千个字 你背到哪年去啊 你也不知道它是一条鱼啊 但中文这个字 你随便怎么写 只要有这个边旁 我不知道它怎么念 无所谓 反正是一种鱼嘛 多好的汉字 大家想想看 是不是 这个风也是 这个意大利啊 大家知道在意大利 我一个好朋友 我跟他去纳波利啊 这个地方旅行 因为意大利是个海岛嘛 它那个有各种各样的海风 光用汉语的什么 微风啊 陈风啊 东风啊 西风啊 什么狂风啊 不够 不足以表达 意大利那个风 几百种风 几百种风 有几百个单词 你背不过来 可是你汉语当中 只要是风啊 什么 狂飙突进啊 只要是跟风有关的 是吧 都有个风字嘛 在里面 就行了嘛 所以我们要这么来学汉语 我们一下子 把汉语就串起来了 知道吧 我们知道有棵汉树 一个大的树干 它的树干就是一 一是一个大树 哦 上面这儿有金 木 水 活 土 好 我们汉词基本上学的差不多了 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思维非常好 那么它怎么来的呢 取胜在后面后继节 古代的人啊 苍疾造字是怎么造的 养则观象于天 辅则观法于地 就是看天象 把这个草木 从与鸟兽的这个痕迹啊 记录下来 就是汉字 大家知道这个文化的文呢 最早是这样的 是这个文 文是什么 文就是文路 就是痕迹 人的痕迹足迹 鸟的痕迹 风的痕迹 水的痕迹 养则观象于天 辅则观法于地 把草木虫与鸟兽的痕迹 记录下来 形象 意思 记录下来 这就是汉字 所以我们要学会 要在 我们从事汉语文学创作 这一行 我们讲这个课 最根本的 一个能力是什么 就是养则观象于天 辅则观法于地 看看天 啊 这是什么年代 这个年代 是出什么人 是出 这个我在这个 我要 刚刚完成的 马上还要修改 关于竹林七贤的 一本书当中 就写到这个 隐士孙登 上来就看这个天象 啊 他看到竹林当中 紫气深藤 看到七根竹子 熠熠闪光 他说 哎呀 一个 拼杀的 厮杀的 纷争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英雄 就是这个 不再是那些 像这个曹操啊 诸葛亮这些 因为他们只会打仗嘛 关公啊 刘备啊 下一批要出这个 风流才子了 要出文人了 一个 出英雄的 出一个 武将的一个时代过去了 要出文人了 就我们养则观象于天 看看这个时代 人类要往哪儿去 我从哪儿来 要到哪儿去 这个天象怎么指示 就是这个 知天命啊 就是你看看这个 大气的循环 负责观法于地 看看身边的 具体的人与世 看看自己 自己的生活轨迹 草木丛鱼的样子 这个怎么来的 杜甫的 是怎么写的 是吧 感时花见泪 恨别鸟尽 国破山河在 沉村找木村 感时花见泪 恨别鸟尽 这是什么 负责观法于地 李白的 月下飞天境 云深皆海楼 养则观象于天 好 我们接着讲 这个养则观象于天 辅则观法于地 在汉字里面 是怎么存在的 我们有一个 很重要的字 但是我们通常忽略了 大家知道这个字 是吧 我们知道这个字是神 但是这个字 这个边旁是哪儿来的呢 这个字啊 是柿字边 是柿字边 是 这个字 非常的重要 这个是 古文怎么写 是古文是这么写的 这个是是 这个是字 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解释 书文解释当中解释是 天垂向 见凶吉 所以是人也 天垂向 就天降下来 垂落了这个天象 天垂向 见凶吉 就是说 我们看见它 就知道凶和吉 中国量不是看天象吗 天垂向 见凶吉 所以是人也 就是通过这个 来告诉人 而这个三 这三道呢 是什么 三垂日月星也 这是日月星 垂落的三道光 所以整个这个世子 它的来源是这样 也就是说 天上存下来的一个像 我们看到这个天象 于是我们汉语当中 最重要的字 有关宗教的词语 就出现了 大家看我刚才写的 我们看所有这些字 都与人的心灵 与宗教有关 是吧 祝福祈祷 神又福祉 这不是神是什么呀 祭祀 祠 祠堂 禅 禾 福 禾福是哪来的 禾福 是老天爷的 这是天命呀 禾和福 都是世子边 祝福祈祷 哪来的 都是世子边 所以我们汉语当中的神 就是天垂向见凶吉 神就是天 就是自然 我们理解了这个汉字的来源 我们一下子 就不会陌生 古希腊 那个女诗人 萨福的诗 大家还记得吗 晚心带回了曙光 散布出去的一切 带回了绵羊 带回了山羊 带回了木桐 到母亲中间 这不像我们古人写的诗吗 晚心带回了曙光 散布出去的一切 我们所有显示出来 我们能够看到的一切 都是天垂向 见凶吉 都是老天爷垂落的这个像 我们看到了凶吉 所以世人也 所以我们要来看这些 对这个字的解释 路 福路 我来给大家讲 念一下 这个路啊 福路寿的路啊 是解释 福也 然后这个祥 祥和的祥也是福也 这个福指的指 也是解释福也 然后幸福的福 写示成 幼也 幼 神灵保佑啊 你才能有福啊 这个祭祀啊 祠堂啊 所有这个边旁的字 我们记好了 都和这个 事有关 和天象有关 所以我们认识了这个字的来源 我们一下子就触及到了 触及到了古人的宗教观 价值观 古人是怎么样创造我们的汉语的 世界上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民族保留下来 他们古代的这个文字的遗迹 全都失传了 全都失传了 都变成了抽象的字母 26个字母 肯定是很多代以后 前人肯定也是这种象形文字 没有了 只有汉语保留下来 或者只是一些古文字学家 他们还知道一些古埃及象形文字 但是已经 这种文字已经消亡了 恰恰相反 我们中国的这个汉语 不仅没有消亡 而且变得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精彩 所以我在这里呢 还是那句话 我希望大家 当我们触及到汉语的时候 我们要带着一种敬畏的心理 要带着一种 就好像我们祖辈传下来一块通灵宝玉 传下来一个价值连城的一个传家宝 那样来用心来捧着他 千万不要糟蹋他 那么什么叫糟蹋汉语呢 就是乱说话 我给你发个email 我的computer不work了 什么什么 我在这个 我在这个美国听到的近是这样 我给你留个message 你 我就觉得这怎么是 这不是糟蹋汉语吗 你要说英文就说英文 要说中文就说中文 不要乱说 我们养成这个习惯 养成这个习惯 有一个想当作家的一个 外国留学 就我们原来的同学回来了 他说你当作家 我也要当作家 他说我说好啊 你写吧 他说我写啊 他写了一个东西 给我一看 我一看 晕了 里面好多英文字 哎呀 我说这不行 你起码把英文字都变成中文的 哎呀 他说我想不起来合适的表达 那我突然意识到 他已经离汉语远了 这种想法 对于个人来讲 没什么 可是对于集体来讲 很危险哦 你想不起来一个贴切的表达 你就把一个英文放进去 放进去就不拿出来 汉语就给你毁掉了 理解吗 我们要特别警惕 不要让任何一个 假冒伪劣的这种汉子 动不动这个什么的 包括什么卡拉OK啊 什么PK啊 这种话 我觉得今后都要看 因为你想想看 我们才说了几年 顶多二三十年吧 我们祖宗说了五千年的东西 都给我们好好的汉语 我们说了二三十年的一些 坏习惯有什么改不掉的 就是歌听嘛 歌成嘛 为什么要卡拉OK呢 PK嘛 就是单挑嘛 就是 就是叫什么 诀 诀义词雄吗 还是 汉语很丰富的 这个不要随便的讲 你偶尔讲讲 完完可以 落到文字当中 要小心经理 当你用这个汉字来思考 用一支笔 就是我建议大家 不要废掉了写字的功夫 就好像我们老人 现在这个毛笔字 有人会写毛笔字的人 我都对他们特别尊重 因为我自己 有其中 我的人生遗憾不多 其中一大遗憾就是 我不会写毛笔字 我毛笔用不来 我那么喜欢汉语 但是我毛笔一写 二年级学生 我还是想练 但是 我的意思是说 将来别我们 钢笔字都不会写 很多人钢笔字不会写 我钢笔字还会写 你们要就是把这个字练好 把它一笔一画地写 就像这个明星签字 我就很有意见 他们签的字 甭管好看不好看 那是错字 是错的 不能那么写的 字 你但凡写汉语 不管你写你的名字 还是什么 你起码要把它写对了 你再谈风格 你写错了 就是小学老师就 重写 一个字就像拼音 就像你拼英文字母 你多一个字母 少一个字母 对不起 错了 回去改 是吧 明星签字也是 签字 一笔一画 你就写错了 就得改 对汉字 我希望大家 有一种前进之心 你有了这种前进之心 又读了说文解字 并且在生活当中 把它用活了 你一下子就获得了创造力 优优独立宫 小蜘蛛 你 爸 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